缘分这东西 有人一生求而不得 有人天生注定得其缘 说起缘分 泰安人足够幸运 除了拥有千古名山 泰山 还有千古粮田 问阳田 守着个大粮仓 自是世代享受卖乡 自从与面结缘 泰安人被面养大的胃 每天都要用面来唤醒 连乾隆皇帝都要打卡的火烧 你说香不香 带着甜蜜滋味 为你上山祈愿的蜜三刀 你说甜不甜 都说不蒸馒头 蒸口气 善于创新的泰安人 把馒头蒸得如花盛开 你说赞不赞 饭镇主街不长 但火烧铺却开了十几家 火烧是饭镇人每天都离不开的主食 几口面香下肚 便攒足了这一天的底气 那么问题来了 这看上去平淡无奇的火烧 凭什么火 答案首先便是面好 做火烧的面 大都出自当地的汶阳田 汶阳田横根于汶河下游形成的冲击平原 土地肥沃 水源丰沛 六千年前就被大汶口人相中 在此兴建家园 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 持续的高产文产 使得汶阳田得到了欧洲有个乌克兰 中国有个汶阳田的美称 泰安人与面结缘始于四千多年前 当时小麦以广泛种植 逐渐成为当地的主粮 加工而成的面粉 因至优未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面食 一面之缘给泰安人带来了一生的回味 总习惯用 行 好嘞 回应顾客的是店主刘玉娟 她年轻时跟从徐家的嫂子 学习火烧制作技艺 后来 嫂子离开范镇 就将这家火烧部转给了她 本是教徒弟 最后却把传承了几百年的家业 也一块教了 这师徒的缘分实在是深 嫂子 你看我昨天那花烧嫂子 回来你得竟然知道知道 多亏了你呀嫂子 嫂子 我交给你了 我交给你了 别保留 徐家火烧初创时也曾立下 传男不传女 传内不传外的规矩 可随着时代的发展 徐家打破传统 将手艺外传 使得范镇火烧开枝散叶 声明确起 这是散源 小缘散去 大缘来聚 大到连乾隆皇帝都经不住卖乡的诱惑 亲自打卡品尝 民间传说 乾隆历临太安时 曾经传召范镇烧饼店的店主 徐廷贵 到行宫打造烧饼 品尝后 心满一族之余 他为徐廷贵 亲笔提携匾额 传说传着传着就成真的了 这不 被称为文化侦探 擅长考证的周颖 最近在浩瀚的史籍中 竟然找到了相关证据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山东擅底档记录 乾隆36年 也就是公元1771年 2月26日这天晚上 乾隆皇帝 铸臂在行宫晚膳的时候 曾经有一道主食 叫做发面火烧 这就和民间传说 完全进行了印证 那天乾隆所使用的发面火烧 很可能就是范镇火烧 有了乾隆皇帝的背书 范镇火烧不火也难 虽然拢了这么多的人员 但能火个几百年 烤的可不仅仅是面好 有缘这么简单 好吃才是王道 要成为王者 自然得有金刚钻 我这个区是用每年刚打起来的新麦子 把它压成妹底 然后加上祖传的秘方 把它做成麦团 然后把它放起来 让它发酵一个月 然后就做成我们现在能做影子的区了 一碗水 一把新麦 一场夏季的风 吹出来一个干巴巴的球 就成就了大名鼎鼎的范镇火烧 当然不是 刘玉娟说了 加上祖传秘方 一说到秘方 外人就只有点头装作懂你的样子配合一下 小麦做蛆 蛆做酵母 酵母发面 发好的面 做成面坯 烤成火烧 这是一场小麦不断变身的魔术 刘玉娟在案板上施展她的魔法 一边揉面 一边感受面团的筋度 将沉睡的麦香渐渐唤醒 现在这个面已经是煮好了 我先就一个小面团 把它放在锅子里把它烤制一下 等烤熟了以后 拿出来先摆开闻一下 看看有点熟悉的那个面香味 这个面就把它是勾兑好了 就可以做火烧了 要是没有那个面香味的话 就还得重新勾兑 面团烤出来的味道 只有和刘玉娟心中 积累了几十年的麦香 完全吻合 活面才算是大功告成 这是刘玉娟制作火烧的最高机密 验证过程虽不过几分钟 却关系到这一天火烧的成败 真香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做烧饼了 摔面 擀面 扯面 抹油酥 卷面 最后加一把黑芝麻 辗转腾挪间 单纯的麦香顿时有了层次 做好的面皮 在案板上报道 在火炉的铁板上 等着叫号入场 在炙热的炉堂里排好队 进进出出 接受火的检阅 几个回合下来 雪白的面皮 渐渐变得焦黄 此时 守着火炉 就像守着八卦炉 最后跳出来的是仙丹 还是烤壶的孙猴子 全在一念之间 可不能分神 还好 一切正常 中午多厚啊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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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卖季 刘宇娟都要回村 给亲戚帮忙 对以面为生的刘宇娟来说 生于丝 长于丝 与这块土地的园 与麦子的园 让它无法割舍 只有心怀感恩 有麻烦你 你也有麻烦你 你不是胡想要把猫吗 清理完杂草 浇完最后一遍水 待满眼绿色染成金黄 刘宇娟便又要用新麦做新驱 一年又一年 麦香 不断 哦 靠熟了吗 我熟了 都给我点 我看 看 嗯 点头今天就新麦子 嗯 香 你尝尝 嗯 哎呀 真笑 掌握了火烧的真香定律 刘宇娟开门收徒 如今 范镇火烧已成为一方特产 相比走出范镇的火烧 依旧扎根本土的蜜三刀 则如定海神针 用甜蜜 坚守着泰安人难以忘怀的童年味道 自从与面结圆 泰安人对面时的变化 泰安人对面时的探索就从未止步 守着文化名山怎能错过这天降机缘 他们巧用丰富的泰山文化 量体才衣 为各色面点穿上和身的文化衫 让面们鲜活起来 为泰安人点画出更多心愿 福禄寿喜高 涌入了自古就有的泰山奇愿文化 吃上一块让人心碎所愿 泰山酥源自泰山石感当的传说 吃在嘴里平安的祝愿落在心里 最受欢迎的蜜三刀 更是因为寓意生活甜蜜富足 而成为许多人上山许愿的首选 方老师 这忙着呢 不然看看今天是做什么呀 这十年大代表你知道吗 知道知道 作为泰山皮影传人 范正安对泰安历史传说的挖掘和艺术创作 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看您的实感当的戏比较多 我一直认为是两个人 然后在那打 刘萌此来是要向范正安 了解古老的泰安皮影里 蕴含的泰山文化 好给自己的蜜三刀 赋予更丰富的文化元素 好 下来 好 下来 好 下来 相战为一样两天 好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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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泰安里的故事 其鲁鲁必争问羊田的史话 打来打去 最终还不都是为了那一口面吗 刘萌与问羊田的园 通过皮影精彩的表演 早就刻在童年的记忆里 蜜三刀更为这份圆增加了香甜的味道 外地人来泰安 上泰山取下美好心愿的不在少数 表达心意总不能两手空空 刘萌的糕点就成了山与人之间结缘的纽带 因为小时候我们这个物质生活比较匮乏 那时候我就清楚记得 那时候我也做出这个蜜三刀汁给我吃 那个味道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感觉最甜蜜的味道 祖孙两代人在蜜三刀上的园 扎根在刘萌的心里 发芽 生长 直到根深夜貌 然而要接触甜蜜的果实并不容易 仅仅是选择用什么样的面粉 做出爷爷的味道 刘萌就大费周折 通过这十几次失败的试验 最终还是用的本土的这种温阳田的小麦粉 做出真正说小时候味道 当时很不容易 做出来之后自己感觉非常兴奋 感觉是有一种小时候那种幸福感 天上不会掉馅饼 地里也不会长出泡泡糖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爷爷的时代 商品流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快捷 食材都是就地取用 温阳田的小麦成就了爷爷的蜜三刀 也只有温阳田的麦香 才能让刘萌有缘重回童年的甜蜜 其实我有点强迫症 颜丝合缝地跟它结合起来 不行不好 行得太过也不好 惊艳 基本上就是一摸这个面就知道什么程度了 这就可以了 皮面是蜜三刀的外衣 需要一定的筋度 韧性要好 保证裹住皮面 让里面的糖浆不会露出来 皮面是蜜三刀的身体 松软的口感 香甜的味道 全靠它来提供 筋度不能过大 带皮面和皮面合二为一 撒上一层芝麻 披挂整齐就该出刀了 一刀在手三刀定位 时而如蜻蜓点水 时而如泰山压顶 刀锋到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刀伸了刺穿皮面 糖浆流出 蜜三刀就成了三刀疤 刀浅了 糖浆渗入不足 蜜三刀就成了面疙瘩 练成一个合格的刀客 需要付出代价 切的话 它容易切到手指头上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然后有时候抬高的话 容易切到这 就一开始的时候 也一开始那个动作不标准 有时候这样容易切手指头 常在刀下走 哪能不伤手 刀伤是流猛进入 甜蜜世界的敲门砖 打怪升级 破门夺旗 只有不断精进刀法 才能从菜鸟到王者 行走于甜蜜江湖 而不败 切好的面坯 入锅油炸 配方不同 皮面和皮面 会形成深浅不一的两种颜色 韧性不同 皮面膨胀多 皮面膨胀少 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空腔 紧挨油锅 糖锅里早已熬好了麦芽糖 炸好的面坯迅速放入 糖汁沿着刀缝 灌入到空腔里 蜜三刀的蜜就是这么来的 之所以叫蜜三刀 是因为面坯上留有三条刀痕 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是三刀 挨两刀四刀的也有 只是传统叫法如此 凭着一把刀 以着问洋田的小麦粉 刘猛雕刻出了爷爷的味道 然而世界之大 可不是只有刘猛一个刀刻 很久很久以前 另一把刀就出手了 不过 它不是刻在面上 而是刻在了石头上 这把岁月的刀 刻的是馒头二字 泰安人 打小吃馒头 一日三餐离不开馒头 这是祖传的家园 馒头虽平常 却不只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 在泰安 馒头有多种身份 日常生活里总有它的身影 餐桌上它是食品 逢年过节是礼品 既拜其愿 则是贡品 要实用 它便是一个简单低调的面团 要重用 它便登堂入室 为你抒发情怀 泰安人与馒头的缘 心心相印 如影随形 不管你唱哪一出 馒头都能轻松驾驭 正所谓 无缘咫尺 难谋面 有面 千里来相会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行两部尚书 萧大亨的墓地 在萧大亨墓地的北侧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块高大的石碑 这个碑呢 是万历三十九年 万历皇帝 智记 派遣大臣 智记 萧大亨 夫人刘氏的一块智记碑 而在这个碑后边呢 非常有意思 有一份菜单 这个菜单呢 有果子五色 鱼汤一份 粉汤五份 还有馒头五份 历史上没有万历皇帝来过泰安的记载 而他的一道圣旨 把馒头刻在当地四百年 也算是跟泰安有缘了 馒头作为贡品由来已久 贡天 贡地 贡仙人 此时的馒头好比一个开关 按一下 就能接通希望的圆 曾经的圆 泰安人因为喜欢吃馒头 甚至给他们取了一个喜庆的名字 喜嬷嬷 每逢重要时节 就蒸一锅热腾腾的嬷嬷 来感恩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 一大早 吴洪侠就开始做喜嬷嬷 今天 他要带着喜嬷嬷 上泰山祈福 祈愿今年小麦又是大丰收 此时的嬷嬷 又好似吴洪侠手中的线 一头拴着问洋田的小麦 一头拴着来自泰山的祝愿 这次吴洪侠特地带上了自己新研发的狮子头嬷嬷 在和五十队的互动中 让这次祭拜增加了更多欢乐的气氛 当时我看那个小狮子都特别漂亮 然后我心里能不能用它那个小狮子 然后做到我们面试当中 后来我经过临摹 自己试验 也做了一款就是这样的小狮子头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那个开心快乐 也祝福大家 吴洪侠擅长用手中的嬷嬷 和外面的世界结缘 让无缘便其缘 上宫的喜嬷嬷 最终都会分享给游客 跟随游客走出泰安 将闷阳田的卖乡带到更远的地方 吴洪侠和喜嬷嬷的缘分来自家传 小时候吴洪侠在家里 看着母亲奶奶等长辈们做喜嬷嬷 耳濡目染 也学会了喜嬷嬷的制作技艺 把种形放到书写上 把种形放到书写上 特别喜欢做馒头 慢慢的就是我从不上学之后 就是在家就是结婚以后 出来也是第一 想着第一份工作就是做的馒头 因为喜欢 吴洪侠与嬷嬷的缘分注定走得更远 因为痴迷 吴洪侠得到一个亡感十足的称号 嬷嬷姐 有这种情怀吧 然后我就做成这把这个馒头做成开口笑 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福祉 也能希望大家能笑我常开 要让喜嬷嬷嬷嬷 只要你有表达的愿望 吴洪侠总能用摩摩为你牵线搭桥 逢年过节 嬷嬷嬷便切换到家人模式 启动亲缘 让一家人走动起来 天南海北来相聚 其乐融融 小的时候跟着母亲去串亲戚 一般是去老姥家比较多 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带馒头 那时候再早比较穷 也是拿着馒头去走亲戚 虽然穷 但是馒头是最好的 能填饱肚子 那时候感觉那种馒头 心里就是满满的爱 吴洪侠把对家人的爱 揉进自己亲手做的喜馍馍中 一定要使劲揉 如果不使劲揉的话 它没有爆发力 它没有里面爆发力 它真的说也不开口 用力让面皮内部绷紧 受热才会爆发膨胀 用心专注做好每一步 保证不出错 才会让内外兼修的 喜馍馍笑得灿烂 毕竟好演员才会珍喜爱 刚出锅的馍馍松软可口 麦香十足 喜馍馍不仅看着喜欢吃的欢喜 更给人带来喜气 相聚便是有缘 吃到便是投缘 来 笑一个 泰安人与面食结缘 一面是问洋田所赐 一面是泰安人的喜爱 一面是面食匠人的努力和创新 泰安人以面为缘 以缘结缘 数千年前 他们用面画出了一个小缘 现如今 他们给世界打开更多新缘 展现出美好的多面泰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